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因為我長大了 想給自己一個新的目標挑戰一下 AYP是受國際認可的 我最初受到我爸爸的分圖 他之前也有玩過DEA 即是AYP的前身 AYP就像一道門一樣 讓我看到課室以外的世界 是一種另類的學習 要準備DSE 同時要兼顧AYP五五科的活動 家人都會怕我兼顧不到 我想最大的挑戰是時間管理 特別是金章活動 由計劃去到實踐 都需要自己一手去包辦 活動要持續好幾個月 不可以三分鐘而到 一點都不容易 剛剛畢業要大立社會工作 要經常請教去參加活動 會怕老闆不喜歡 跟隊友一起就做屬於我們的回憶 我玩了金章已經三年了 對AYP有一種深厚的感情 心裏面就有一股衝勁 好想快點完成它 幸好老闆認同和欣賞AYP的價值 還好鼓勵和支持我去參加 中三的時候 曾經跟朋友一起參加過AYP 但最終沒有完成到 一想到畢業之後要各散東西 就決定一定要一起完成 今章兌現同好朋友的承諾 因為AYP我找到人生的方向 能夠召喚出一條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AYP令我找回自信 不需要理會其他人的目光 凡事盡心盡力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得到 人生的榮耀不在於未曾跌倒 而在於每一次我們跌倒之後 都勇敢地站起來 放棄的理由可以很多 但嘗試堅持到最後 結果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未玩AYP的你 更快點夾到你 我們也有 讓AYP豐富你的人生